秀原歸颱風外圍環流影響花蓮降下的雨量非常的豐沛 一直到星期六还是有可能会下雨 因此秀莲相公所原本在这个星期六 要在重德国小举办的感恩祭活动 也公告延到10月30号办理 一年研究的秀莲相港恩节理活动 原定在10月15号在重德国小办理 以及10月16号的港恩祭福音乐会 由于受到原规台风外圍環流的影响 星期六以前都是豪雨的情况 秀莲相公所考量防灾的期间 加上活动的风景性 确定延到10月30号办理 秀莲相公所就成立了灾害移民中心 一直到目前为止 公所全球人们可以说是处在悲惨状况 再上12号到13号 旅移植都没有停 秀莲相11处送入中心都集中处撤离人员 在还没有解除警戒以前 目前都在执行防灾的工作 为了考量村民的生命团队安全 秀莲一度的秀莲相港恩节点活动 公告引起到11月30号来办理 谢谢大家王爷全面不老 谢谢大家王爷全面不老